凤林警分局在今年初在网络巡逻时发现 有诈骗集团利用IG、脸书等社群媒体 以财富密码引诱鼓吹民众投资为上市的虚拟货币 并向7位民众吸金 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元 那么凤林分局即刻寻找了被害人报案受理案件 并且有凤林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新北板桥分局 共同组成专案小组 报请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 成功破获了以真姓嫌犯为首的多人诈骗集团 餐厅里这名张姓男子跟旁边女友都是诈骗集团业务 饮料喝一半还在勤奸教育时就遭警方拘提 信号拦下来 否则群里长吃完饭就去见投资人骗钱 之前得手的赃款已经变成嫌犯喜欢的形状 减仅估计金额破千万 买名表买名拍包去国外旅游 在社群网络刻意高调奢华 骗人上钩 占利品还包括双逼保时捷超跑 这些进口名车已经被检警查扣 受害者洗汗前 沦为诈骗集团外出拉风的代步工具 不法诈骑集团 一味上市只虚拟货币CM100 与网际网络社群软体又使人上当投资 嫌犯宣称投资名为CM100的虚拟货币 可以开除老板不看别人脸色赚很多钱 实际上没有营运项目 也没有流通变现平台或者交易所 投资人看不到买啥 照样骗得到 包括增性主贤在内共9人落网 其中4人收押净件 其他5人都是2万交宝 记者综合报导